天文台在20號晚上發出1號戒備訊號 而在今天上午8點位於東沙附近的熱帶低氣壓 集結在香港的東南大約390公里 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約8公里橫過南海北部 不過天文台預測今天改發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天文台說今天天氣酷熱 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約33度 吹和換至清靜的冬至東北風 海面會有湧浪 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 和有幾陣狂風驟雨 預測未來一兩天風勢會增強 和有狂風大驟雨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張淑偉報導